各位好,我是彭卉鑫 港股在周一的走勢先高開後升幅收窄 主要是一種科技類相關的股份 反彈力度不是太過強勁 令到很多股份上星期急跌完 星期五令到行資跌到280天線的水平之後 反彈上來雖然持續,但反彈的力度相對較弱 其中相信與內地方面進一步加強對互聯網相關的行業 如何利用客戶資料進一步加近審查 令到現在整個市場都很擔心 一旦整個監管進一步加劇的時間 很大機會令到整個互聯網 甚至中資科技類股份 日後的增長受到比較大的限制 現在看看行資在今天反彈上來 最後收市時間只升了170點 升幅達到0.6% 指數也只是收到27515點 剛剛好升上去今年3月的底部 27505點的水平 成交只有1546億 整個反彈來講,都似乎未吸引到投資者入市 亦都看到整個走勢上 只是輕輕地收復部分 上星期的跌幅 而現在看最大的阻力位 我相信都會在20天的移動平均線 這個水位亦是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在未有足夠的動力下 相信彈上去的20天的水平 整體的反彈力度 會明顯收窄 投資者可能暫時 還需要留意 內地方面有沒有再進一步 加強監管 以及要留意整個港股 在這一層的反彈 究竟有沒有足夠的成交額 以及資金進入 配合反彈 若果這兩部分 未能夠配合的話 指數我相信 只會反彈到20天的水平 隨即會再到見頂 令到今年高位 31,183點 形成下跌走勢 形成一浪、低一浪的形態 會延續 暫時看回調的目標 還要看回 在去年9月 低位開始形成的升浪 總升幅的 61.8% 亦是大約26,200 這個水平 有一次 幸好 快終會 恐慌 雖然 什麼 衝突 效能